很多人在结构婚之后,他们因为对彼此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从而导致他们最终走向离婚这条道路上。 其实很多时候男人都不懂女人的心思,那么男人应该在哪几种情况下不能触碰到女人呢? 一,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很多男人都说女人心如同海底针,看不着摸不透。 其实只有一个用心去体会的男人终究能够把自己的女人看得彻彻底底。 那么当一个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一个男人还一味地去向他所爱,那么最终的后果绝对会让你们两个都感到不开心。 在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并且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如果这个时候男人们还不能够体会到女人为何这么伤心,那么只能够说明一点,男人根本就不是真心爱那个女人的。 其实很多女人在结过婚之后,她们操劳的事情过多,时间久了,她也会让她们内心感觉到一种压抑感。 很多委屈只能憋在心里面。 啊,女人来立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女人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立嫁,这个时候可以帮助女人排毒。 而且在女人来月经的时候,如果一个男人还去要求女人来满足自己,那么只能够说明这个男人非常的自私,霸道。 她们却不知道,女人再来立嫁的时候,如果和一个男人进行防止,那么就会造成病毒感染。 从而还会让女人的身体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让女人对那个男人心灰意冷。 三,女人娘家出事的时候,都说娘家是一个人的终身港湾,当一个女人选择出嫁的时候,虽然当初父母不同意她和那个男人待在一起, 可是当他们在结完婚之后,还会定期地回一趟娘家,看望自己的亲生父母。 因为在他们心里觉得天大地大,都没有父母的养育事情大。 虽然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但当女人娘家出事的时候,女人还是会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娘家人共度难关。 而在这时,如果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不去帮助,那么只能够让他们最终走向离婚这条道路上。 因为这一刻,女人的心中全部都是娘家人,她内心非常的痛苦,感觉到一片迷茫。 而此时的男人不但不去帮助她,还有一心让女人去满足她,这样的男人绝对不会受女人的喜欢。 四,女人生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她们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女强势, 这样就会让男人对她使心踏地。 而现如今,也有很多的女人,她们依旧表现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 她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一个男人紧紧地拴在身边。 可是很多女人,她们即使再强,也有生病的那一刻。 当一个女人在生病的时候,浑身都感觉到不舒服。 阿秋在这时,如果一个男人还不懂得去照顾那个女人,并且还不断地去向那个女人所爱, 那么最终,这个男人的结局绝对是和那个女人和她提出分开。 因为每个女人都想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 然后那个男人能够用她全部的力量去呵护一个女人。 像这种男人,女人们绝对不愿意和她再有任何瓜葛。 以上就是告诫那些男人,不要在女人出现这几种情况下去触碰到她。 如果你不懂得去经营一段成功的婚姻, 那么就等你明白之后再去结婚。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把婚姻当作儿戏, 这样不仅伤害对方的感情, 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瞧不起你。